大家好,欢迎来到中老年讲堂,如果您觉得堂堂的视频还不错的话,可以点击订阅并给堂堂点个赞,还可以分享给您的朋友,同时点亮小铃铛接收最新动态,您的支持是堂堂最大的动力。 在中国的中医界,有一位名医,写出了和张仲敬的《伤寒论》媲美的千金药方,成为中医界的药王,这个人就是孙思廖。 他小时候体弱多病,身边的人都以为他这个身体不健康,不能长寿,喝到了最后,他却活到了141岁,在人均寿命只有59岁的唐朝来说,就成了一个长寿老人。 这位药王在晚年总结自己行医的经验,写出来千金药方,方子里面记载了多种方子,比如说深脉饮、温胆汤等等,对现在中医有着深远的影响。 我们的手部有6条经脉巡形,与全身各脏腹、组织、器官沟通,大约有90多个穴位,可以反映全身五脏六腹的健康状况。 按摩或按压这些穴位,几乎可以缓解全身疾病。 1.小指反映脏气健康 1.小拇指还是人体的健康信号灯。 有一个常用的秘密武器——小拇指。 按压小拇指能预防多种疾病。 小指关联心肾、主后头痛。 心肾相关的问题都和小指有关。 小指和心肾、子宫、膏丸关系密切。 小指长且粗直就比较好,一定要过三关或者与第三关平息,这是好的。 如果小于第三关甚至弯曲,说明先天的肾脏和心脏都不是很好。 如果小指细小且短的话,女性朋友妇科很容易出现问题,月经不挑。 如果特别小的话,她的生育功能都会出现障碍。 男童指就容易出现肾亏,腰酸湿软,肾功能不行。 如果小指先天不足的话,对整个人体的影响是最大。 所以对身体素质的健康最关键的就是看小指。 平常要多揉揉小指。 古人云,小指过三关,人逢绝处也能伸。 小拇指还是人体自带的健康信号灯,可以透视诊断心脏、膨胱、子宫、膏丸、肾脏等脏器是否正常。 如果小指颜色发紫,变硬,千万要注意。 这是内脏器官发出的警告信号,最好尽快去医院看看。 2.每天按摩10分钟,功效惊人。 经常按压小拇指可以预防及治疗颈椎病、肩周炎、头痛、失眠、腰间盘突出、腰酸、肢体麻木、肿瘤、心肌、高血压等多个病症。 这是按摩其他几个拇指所不能达到的。 像患有前列腺肥大症的老年人,发作时小便不畅,甚至避尿,此时用左手捏右手小拇指关节,用右手捏左手小拇指关节,不但小便通畅,而且残留尿也大大减少。 除此之外,肠器按摩小拇指更是有以下这些功效。 1.预防癌症 心脏是人体五脏六腑中唯一一个不生癌症的脏腑,但所有的癌症都与心脏有关。 心脏能够分泌一种救命的荷尔蒙激素,它可以在24小时内杀死95%以上的癌细胞,而且对其他绝症也有极好的疗效。 而当人处在痛苦、担忧、抑郁等消极状态时,心脏几乎完全停止分泌这种激素物质。 按摩小指使人心情愉悦,促使人的心脏分泌分配荷尔蒙,因此保养好心脏及调养好心情,可以很好地防止癌症。 2.强化肾功能 右小指通肾及二阴,左小指通膀胱,而且还通肺、通胃、通肾。 因此,按摩小拇指可以强肾。 有一种小拇指提水法的锻炼颇受男人的青睐,因为常练小指头提水法可以强肾。 中国的一些道家功法中也有锻炼小拇指的功法,目的也是如此。 3.防治白发 按摩小拇指可以强肾,肾折,其滑在发。 头发的生机,根源于肾气。 肾有无活力,最直接的表现就是看头发。 头发长得好,说明肾功能不错。 肾好,头发就乌黑茂密。 因此,经常按摩小拇指,可以消除白头发。 4.预防老花眼和白内障 小指外侧肌部有一个对治疗眼睛老化及眼球结膜深意很有效的精学,叫做老眼点。 如果老年人早晚用拇指及食指捏住小指肌部,就可以防治白内障、老花眼等。 小拇指按摩方法很简单。 重点按摩位于手掌侧小指第一指节的肾穴和第二指节的命门。 肾穴位于手掌侧小指第一指节。 密门穴位于手掌侧小指第二指节。 轻轻按一下,松一下手后,再按第二下。 如此做下去,每天每个穴位坚持50次左右就可以了。 在看电视时,按摩小拇指最方便。 可以一边看电视,一边自己按摩。 这样不仅能够逐渐消除白发,而且还能够预防治疗腰酸腿痛。 特别提醒,正确的按摩方式是按一下,松一下的进行。 不要用力过度或长时间压住不放,刺激过强,反而会对身体造成伤害。 除了按摩小指之外,还有一套养身操可以让我们的身体得到很好的锻炼。 下面就给大家介绍一下。 2. 养身操 1. 扭膝盖 膝盖有多重要,不用多说了。 它是支撑我们走路非常重要部分。 如果膝关节受损的朋友,走路自然是不方便的。 所以,为了保护我们的膝盖,早上起来第一件事就是活动自己的膝盖,扭一扭。 动作要领,双脚并拢,屈膝,双手扶在大腿上,腰背挺直,然后双膝顺时针打一圈,然后逆时针打一圈,顺时针逆时针各做二十次。 保健作用,扭膝盖,可以疏通膝盖部位的经络,让气血顺利下行。 长期做这个动作,大冬天理,腿脚会暖和起来,膝盖是气血中转站,我们的心脏负责磅穴,这些磅出来的血都被气推动,输送到身体各个脏腑、部位。 显然,气血想跑到下肢、双脚,就必须经过膝盖。 如果膝盖的经络遭遇堵塞,气血还怎么下行,自然容易腿脚发凉。 因此,有膝盖可以疏通膝盖的经络,让气血下行,把腿脚暖起来。 二,搓脸。 爱美之心人皆有之,不分年龄,更不分男女。 现在的爱美人是为了自己那张好看的脸蛋,想尽了办法,但是有一个简单的办法同样能养护好我们的脸蛋,那就是搓脸。 脸部有很多的穴位和筋脉,其中胃筋就是其中的一条。 经常刺激胃筋,能有促进脾胃的消化吸收的功能。 疏通这条筋脉,能够让身体的气血运行更加通常,这样不漂亮就是难事了。 动作要领,清理干净脸部,然后双手搓热,放在脸颊上,上下搓50次即可。 这个时候会感觉到皮肤微微发热,长期这样保健,能促进脸部经络血管通常。 3.摇头 每次做热身运动的时候,摇头的动作是必不可少的。 这个动作疏通颈部的经络,让身体变得轻松。 动作要领,双手插腰,闭目,垂下头,缓缓扭头转动一圈,共做六圈,再反方向重复。 注意,要慢慢做,否则会头晕,身体不要跟着晃动。 4.扣齿 纵观历史,擅长养身的著名医学大师,除了孙思淼,还有桃红锦。 两位大师养身方法各不相同,但都有个共同点,非常善待自己的牙齿。 老年之后依旧耳聪目明,精神百倍。 为什么他们这么看重咬牙齿? 这是因为,当咬牙齿,牙根部位受到按摩,血运通畅,营养充足,牙齿当然会健壮。 而牙齿是人体后勤部门营养补给的第一关。 常年牙齿坚固,全身受益,这就是坚持扣齿得以健康长寿的秘密。 动作要领,每天进床后,临睡前各扣齿一遍。 先扣旧齿,再扣门牙,最后扣左右全齿,反复扣齿三百次。 以上几个动作可以分开来做,怎么方便怎么来,每天坚持下去。 整个人会更加精神地,对自己的身体健康也是有很大的帮助。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您有什么看法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别忘了分享给朋友一起讨论。 YouTube和Facebook都能找到唐糖哦,期待看到您的关注与互动。 字幕后,按订阅中却有点全体质量的关注。